大象漫步,是美国空军专用属于之一,意思是指多架军用飞机,以最小间距排队展开,排队升空的一种作战姿态。在战时,以大象漫步方式升空,是飞机最快的升空方式,而在平时,大象漫步,则是一种实力的展示。而作为世界警察的美国,特别喜欢用大象漫步的方式展示力量。 参考消息3月29日报道,隶属于美空军预备一司令部第477战斗机大队和美空军第三战斗机联队的24架F-22隐身战机,在阿拉斯加州埃尔门多夫基地,首次进行大象漫步训练,24架F-22战斗机依次排开,再配一C-17运输机,和E-3B预警机压阵,整个场面急剧视觉冲击力。 F-22隐身战斗机,是全球第一种五代战斗机,正因为F-22的出现,基本奠定了五代战斗机4S的基本指标,所谓的4S就是隐身,超音速巡航,超视距打击,超机动性。 这四个英文词组的首写字母都是S,因此被合称4S,是目前五代战斗机的大致标准。 F-22战斗机,是美国空军于1971年立项,但原型机一直到1997年才实现首飞,2001年定型并投入量产的一种先进的隐身战斗机。 按照原本的计划,美军预计苏联的第五代战斗机会,在2000年左右出现,因此,在量产F-15战斗机的同时,就已经规划了F-22的研制和开发。 但是没想到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一下子失去了对手,虽然F-22计划最终得以保留,但是,由于失去了强有力的对手,原本计划生产700架的F-22战斗机,被美国国会猛砍到187架,其他资源则投入了JSF项目,也就是现在的F-35战斗机。 虽然F-22的量产工作,早在2005年就已经结束,且全部F-22的产量,确实保持在187架的水平,但是,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F-22,依然是一款堪称优秀的战斗机,因为即使到今天,全球也仅有我国的歼20,能够和F-22对抗。 曾经冷战的另一个超级大国,如今的俄罗斯已经衰败不堪,虽然俄罗斯也勒紧裤带开发出苏-57战斗机,但是从中央生力体的启动布局上不难看出,其实苏-57就是苏-27战斗机的深度改进版。 苏-57的出现标志着俄罗斯已经基本失去了独立开发全新一代战斗机的技术实力,当前的技术水平,只能逐步落后于西方。 而如今只有我国的歼20战斗机,堪称是足以可F-22正面对抗的真正的五代隐身战斗机。 但是和美国强大的工业产能相比,我国歼20在2016年时方才定性量产,和美军F-22相比,足足落后了15年。 而且,即使和如今量产的F-35相比也多有不足。 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目前F-35的年产量,已经突破了100架大关,而我国从2016年至今,媒体公开曝光的歼20战斗机不超过20架,连美军大象漫步中的数量都不够。 由此可见,中美之间确实还存在巨大的差距,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总体上来说,虽然美国依然独霸世界,但是和我国相比,两国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特别是我国是全球公认唯一的工业全科大国,目前联合国规定的195个工业大类,525个工业小类,中国一应俱全,依靠门类齐全的工业产业体系,只要脚踏实地努力奋斗,相信,我们总有一天会赶上并超越美国。 回到全球舞台最核心的位置。 打破F22隐身神话,歼20丝毫不逊F22,西方,再一次被中国骗了。 西方国家表示,中国正在一步一步地打破美国F22战机的神话,我们知道F22战机最引以为傲的性能,莫过于F22战机的隐身性能,美国为了让F22拥有完美的隐身性能,在F22战机的设计上,放弃了很多战机应该配备的系统以及设备。 不过美军极致追求的隐身性能,却在2018年年底,被我国研发的反隐身雷达攻破了。 近日,我国再次针对F22战机隐身性能,向美军隐身战机发起挑战。 据媒体报道,称我国歼25战机装备的隐身性能,丝毫不逊色于美军装备的F22。 这一消息的公布,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注意,西方国家表示,又一次被中国欺骗了,因为过去西方国家一直认为,我国歼20的隐身性能不如F22。 让西方国家产生该想法的因素,为我国歼20的外观设计,歼20设计了一对与隐身性能存在冲突的压抑。 我国在歼20身上设计压抑,主要是想弥补歼20发动机性能不足的问题。 目前我国歼20装备的发动机,依旧是上一代战机使用的涡扇10B发动机,虽然曾有消息表示,已有国产涡扇15发动机装备上歼20,但想让歼20全部换装上涡扇15发动机,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据迷朋友表示,目前歼20战机所具备的隐身性能,并不是真实的隐身性能,如果想将歼20真实的性能性能完全展示,那就必须让歼20装备上,机动性更加强悍的涡扇15发动机。 装上涡扇15发动机后,歼20身上那些被定位为隐身性能添滴的设计,也可以完全被消除。 目前我国歼20还未换装上涡扇15发动机,为什么却已经有消息表示,歼20的隐身性能不逊色于美军装备的F22。 原来我国歼20采用了一款隐身性更好的新型隐身材料,据了解我国歼20采用的新型隐身材料,不仅能够增强战机的隐身性能,还不会出现老式隐身材料的依托罗问题。 美24架F22出动,逼近亚洲空域、俄,这是一次警告。 在俄罗斯前设施导弹的威胁下,美军决定,对外展示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 在俄罗斯选择展示海军力量的情况下,美军决定展示自己的空军力量。 3月26日,美国空军出动24架F22,冷勤隐形战机打头阵,除此之外,还有一架C17大型运输机,以及一架E3预警机,在美国本土的埃尔门多夫基地上空。 开展了一场能够完美体现美军空中力量的演习。 演习当天,美军采用大象漫步的方式,将24架F22战机,排成4列纵队在跑道上飞行。 大象漫步是一个空军术语,形容多架战机翼最小的间距首尾箱连滑形,因为大象漫步的飞行要求极高,所以大象漫步,也被视为空军强大的代名词。 与其说此次美军开展的内容为一场演习,不如说这是美军在对全球发出警告。 在奇幻森林电影中,大象作用森林之祖地位,即使是在森林中拥有杀手称号的豹子,也需要向大象下跪表达敬意,足以体现出大象在森林中的地位。 而此次美军采用大象漫步的方式,展示自己的空中力量,正是想告诉全世界,表示美国拥有的空中力量,在全世界遥遥领先。 此次美军展示空军力量的地区,可以算是美军最主要的五代基前线基地,没有之一。 美国一直都拥有重返亚太的梦想,这个梦想在美国现任总统上位之后,变得越发的强烈,而此次美军展示空中力量的地区,正好距离亚洲大陆,只有一条白岭海峡的距离,面对地理位置如此重要的空军基地,美军当然不会轻视该地的军事部署。 俄罗斯表示,美军此举是一种警告。目前美军仅具有160架F-22隐形战斗机,其中有大约60架F-22战机,部署在埃尔门多夫基地。 美国军事专家表示,仅需一支航母编队,以及100架战机,美军便可彻底摧毁一个中小型国家,那么,美军在埃尔门多夫基地的空军部署,完全可以应对一个中小型国家的全部空军。 一架俄军机飞越美本土,51区城头号目标,多架F-22接力监视。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当地时间3月29日报道,俄罗斯空军图-154型开放天空观测机,执行了对美国本土的例行侦察飞行,据悉这架编号为RF-85655的俄侦察机,从美国西海岸加州的查维斯空军基地起飞, 然后对美国西部内华达州的多座军事基地,进行了空中监控,甚至一度逼近了神秘的51区,而这也是俄军机此行的头号目标。 据悉,虽然五角大楼下令不准拦截俄机,但这架俄罗斯军机的飞行路线,已经被精心限定,机上随行的美军人员随时有权进行干涉,而且在飞行过程中,美军多架F-22和F-15战机, 对俄机进行了接力护送。 据报道,就在俄罗斯军机飞越美国本土之时,美军也向俄罗斯边境,派出了两架侦察机,包括一架EP-3E电子侦察机,和一架P-8A巡逻机。 据悉,这两架军机在俄罗斯南部的黑海上空,进行多次绕飞,重点侦察了克里米亚半岛的俄军部署,而黑海舰队航空兵,则出动了多架战机进行拦截。 俄军方人士随后指责称,在俄军按照美军要求对美本土执行例行侦察期间,美军却无故派出军机对俄进行抵禁侦察,五角大楼此举毫无诚意。 据报道,俄罗斯军机对美国本土进行侦察飞行其实并不新鲜,在冷战结束之后,为了避免世界各国出现误判,以及增加相互之间的军事透明度。 1992年,包括俄罗斯和美国在内的27个国家签署了开放天空条约,条约规定各签约国家有权定期对其他国家进行侦察飞行,以提高军事透明。 目前已经有30多个国家加入该条约,但是军事专家表示,该条约其实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以美国为例,该国多次以各种理由拒绝俄罗斯军机的飞越侦察,并不准俄飞机靠近其敏感区域,一度停止履行该条约,直到最近才重新恢复。 军事专家表示,美军之所以多次阻挠俄罗斯侦察机的例行飞行,主要是由于该国正在加紧研制新一代陆基中程导弹和新型核武器,因此不愿将本国军迷机密向俄方开放。 此外从侦察机的性能上来看,俄罗斯的屠夫214R战略侦察机,无论是从观测的精度还是覆盖范围都要远超美军捞旧的OC-135侦察机,因此同样的侦察飞行,俄罗斯军机搜集到的有效情报,要远多于美侦察机,这也是美军不愿俄军飞机飞越美国本土的重要原因之一。 感谢观看